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长安汽车发布了新款长安CS95的官图 外观方面,新车完全摒弃了现款车身的设计 采用了家族化的第一式前脸 多条浮进气格三级大灯组一体化的设计 投射出强烈的力量感 位置灯、转向灯、日进行车灯所组成的回旋标造型 将前脸线条勾勒得更加犀利 侧面沿用了现款的设计 但全新19英寸多浮世轮圈的应用 使新车翻上去气质大变 尾部变化较大 其LED尾灯组采用了贯穿式设计 同时现款设计银色相护板也被镀铬石条所提带 整体看上去更具质感 类似方面,全新换装了12.3英寸的中控液晶屏 配合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和三副式的多功能方向盘 整体视觉效果十分年轻 中控屏下方整齐的排列有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 以及旋钮式的控制键灯 看起来更加精致也更有科技感 作一采用了拉帕皮纹工艺打造 并且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挡把造型 多点触控无机变色调节 LED氛围灯可配合各种场景和驾驶模式定义车类色彩 质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多类方面,继续搭载现款车型的200T发动机 最大功率233马力 分扭矩366米 重头续的包面 新车将匹配六速手机一体变速箱 同时部分车型还将匹配一套四驱系统 据悉,新车将于今年第二季度正式上市 感应区的可以关注一下 在2019Z雷瓦车展公众日首日 奥迪新款TTRS正式亮相 外观上,新款变化主要发生在包围部分 接连保持了现有的六边形中网和宽幅失调 更大的变化为前包围两侧的大尺寸经济高 其造型更加复杂、立体 融入亮黑色的失调后其实更加突出 此外,标配了LED大灯 并可以选装举正式的LED大灯 侧尾部分针对了尾灯、后包围和底部示板 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尾灯中央融入了OLED光源灯阻 包围两侧还加入了通风孔 而双面共两处式的椭圆性RS排气系统 周围的面板也采用了更加复杂的群星设计 固定式的后脑溜板也进一步提升了车尾的设计感 车身颜色方面提供了八种选择 包括RAS车身专属的卡拉米绿 以及新增的涡轮蓝和卖动层 类似方面,升级点集中在了驾驶位 RAS运动座椅带有灵性缝线 同时有Arcturum面料包裹 并可以选装LAPA真皮类似材料 奥迪虚拟座舱在TDRS上也有配备 动力方面,继续搭载2.5升涡轮增压直列5杆发动机 最大功率400马力,风扭机484牛米 传统系统,匹配7速双铝油变速箱和Quastra时区系统 百功率加速时间为3.7秒 在一个方面,新款TDRS在欧洲市场的起司价格为6.77万欧元 敞膨板为7.05万欧元 你会购买该车吗? 丰天卡罗拉双勤E Plus将于2019年3月9日正式上市 外观上,该车基于卡罗拉双勤打造 并主要针对外观细节进行了调整 例如,该车在前隔三处加入了点阵式的多个元素进行装饰 设计十分新颖 同时,其下方采用了贯穿式的进气口设计 搭配两侧C字型的多个试条点缀 进一步提升了该车的时尚气息 尾部方面,一条较出的试条将左右两侧尾灯主向连接 一定程度上拉宽了该车的横向视觉效果 类似方面,基本维持了普通版本车型的主体设计风格 并在部分细节之处进行了调整 采用了黑色和棕色进行撞色处理 让该车增加了几分居佳的气息 同时,三复式的多功能放线盘搭配大指寸的中控液晶屏幕 和圆形的空调触风口 视觉效果更加年轻时尚 购买方面将搭载一套由1.8升自然系列发动机 双电机和电池组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离电池组容量约为10千瓦时左右 纯电续航里程有望达到55公里 综合工况的油耗为100公里1.3升 混合动力模式下的油耗为100公里4.3升 最高测速可达159公里每小时 纯电模式下的测速最高将不低于120公里每小时 价格方面,从之前泄露的图片得知 新车的仪式预设价格为22.1万元 而补贴后的预设价格或为19.46万元 正式的价格将会在明天公布 感应区的可以关注一下 近日,网上流传出了一张疑似 全新一代红旗H7的泄露图片 图片来自于一幢一期红旗视频的截图 从图片上可以看出 新车拥有较长的车头 同时前脸的角度更加垂直 显得更具有气势 与此同时,新车还具有更加流畅的车顶线条 更加倾斜的C柱角度 以及更短处有力的后备箱 尾灯一时采用了垂直设计元素 整体看上去更加富有运动感 回顾此前曝光过的信息 红旗H7的第三代产品所使用的设计语言 除了U型隔山前脸试条外 还包括了直布式的中网 以及中央的红色试条 而在测语部分 新设计的语言将主要强调 灵感取材至天安门城楼 新车预计将于2019年年底 或2020年初正式发布 这样的造型你喜欢不呢 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 旗下中型SUV2019款哈佛H7 将于3月12日正式上市销售 包括方面,新车采用圆润饱满的造型 前进气口及雾灯经过了重新修改 同时搭配多个试条 看上去更加有质感 尾部方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尾灯 此外,后保险杠及双边共两处式的排气口 也进行了细微调整 样式更加难看 主持方面,现在的成分高分别为 4715,1925,1718毫米 则距为2850毫米 类似方面,沿用了现款色情的整体设计 黑色类似加上银色试板 看上去紧接美观 此外,根据色情的不同 将配备有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全景影像 对加热、通风、按摩 方向盘加热 自动尾门 全景天窗 波道缓降等 动力方面将继续搭载200T发动机 其最大功率为231马力 最大扭矩355牛米 传统系统匹配7速DCT双领核变速箱 这次大家觉得如何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输入关键词Wager 听选手机好配件等你来聊 当然了,也别忘了少把关注Wager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在这视频 再见咯